喂喂喂喂喂 OK 大家好啊 OK 我们上一则影片来讲了一个变数给值的 给值的一个介绍之后呢 这影片呢 稍微就是 就用这个变数给值呢 做一些这个计算 用Malive 用变数给值 然后利用Malive做一些计算 OK 那这个如果你上一节的变数给值听懂的话 其实这个就是很简单 很简单的 很简单一个练习 OK OK 好呢我们来看一下咯 OK比如说 哎呦 打开一下我这个Malive的Calculator这个视窗 Command window这个视窗 哎呀这个是横的 嗯 那我这个应该往上移一点好了 OK 我们练习一下 比如说呢 这个X这个第一个例子 X等于30 OK 然后让你计算7 X的0.33次方加上4X的0.58次方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X等于30 把30这个值给X OK好 那抱歉我应该把画面都清空清干净一点 哎呀抱歉 这样看的比较清楚一点 看的比较清楚一点 看的比较清楚一点 OK 这是等于30啊 OK 好的那 好我们要算7XX0.33次方 那7X0.33次方 那7X0.33次方 这边要小心啊 是7乘以X的0.33次方 所以是7乘以X的0.33次方 次方还知道怎么用吗 次方叫Power 是7乘以X的0.33次方 然后0.33次方 然后加上4乘以X的0.58次方 OK 0.58次方 这应该没有写错 那这样就有答案 50.2655 OK 好 那就想问一个白痴问题啊 如果你只 如果你只输入这个指令的话呢 如果你全部都清空之后呢 你只输入这个指令会不会有东西呢 是不会有东西的 OK 因为你没有给他X的值是多少 所以呢 跟各位强调一下啦 这个 一直在提这件事情 这个程式的这个顺序很重要 然后现在有X的值 那你才有办法用这个 你才有办法计算这个东西 OK 好 这是第一个 OK 是要先CLC CLEAR 好 还是先CLEAR 然后再CLC 比较好呢 好像这样好像比较好 OK 好 第二个 X等于10 Y等于3 然后你算Y乘上X三次方 除以X-Y OK 好 X等于10 Y等于3 好 那今天算Y乘上X的三次方 OK Y乘上X的三次方 所以是Y乘上X的三次方 OK 不要忘记这个乘号 你不要忘记这个密次怎么弄 然后呢 除以X-Y 然后这除以X-Y呢 你这边呢 如果写除以X-Y 这样算是错的 你如果这样写的话呢 会是错的 因为它会先算Y乘上X三次方 除以X之后呢 再-Y 所以呢 你这样子写是错的 你这边要刮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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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你这边要刮虎 要知道为什么这边要刮虎 OK 你不刮虎再说一遍 如果你不刮虎的话呢 它会先算 它会变成算Y乘上X三次方 除以X之后 再-Y OK 但是你现在是要处理X-Y OK 好 这样就达428.5714啦 OK 好 那下面呢 这个呢 下面这个 下面这只是稍微 比较稍微玩一些花样而已 X等于10 然后Y等于3 然后再把2乘 2乘Y给Y OK 那所以实际上呢 最后你这个Y的应该是6啦 OK 那我们试试看 Y等于10 Y等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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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Y等于2乘3 OK 那这时候Y就是6啦 OK 然后你再算一下 Y乘上 Y乘上 X的三次方 然后呢 再除以 X-Y OK 它就会变成1500啦 OK 那下面这个例子也是一样 X等于10 Y等于3 然后再把2加Y给Y 所以是再把 Y 然后就是把2加3 的值 再给Y OK 所以最后这个Y呢 是等于5啦 OK 那我们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子喔 X等于10 Y等于3 然后呢 Y等于2加Y 他这个时候的Y是等于5哦 OK所以呢 然后再我们再看一下 好像一样嘛 Y乘上X三次方除以X减Y 每一个都一样 我们按上好了 OK 蓝一点 OK 然后这样呢 算出来呢 答案是1000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再带子进去看 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最后这个Y呢 其实是5啦 5乘上10的三次方 然后呢除以刮乎 10减乎 OK 也是1000 OK 所以就跟你说 这很确定啦 所以Y等于3 Y等于 然后再把2加Y等于Y 这个时候Y的4等于5啦 OK 好 那最后这个例子呢 这个只是弄得更奇怪一点啦 OK X等于10 然后Y等于3 然后再把2加Y给Y 所以这个时候Y等于5 然后再把2乘以Y再给Y 所以这个时候Y的值是多少呢 Y的值应该是10啦 OK 那一样算一下 Y乘上X三次方 除以X减Y 那你刚刚如果你还记得的话 我这Y做的值是10啦 OK 所以10 所以它分母是X减Y 只会变成10减10 所以这个最后算出来 应该是会变成是无穷大 OK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这样子呢 X等于10 OK 然后呢 Y等于3 OK 然后Y等于2加Y OK 然后就是把2加Y的值带给Y 所以我只说Y等于5 然后呢 Y等于2乘Y 2乘A 2乘Y OK 10这时候Y其实等于10啦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最后这个按的上 最后呢 它会给你INF INF呢 INF这个在 MainLab里面也是一个 MainLab里面INF 大写的I小写的N 小写的F 在MainLab里面也是一个保留字 所以以后大家命名变数的时候 不要用这个 不要用大写的I跟小写的N 跟小写的F 当作变数的名称 不要 OK 不然我不知道会不会出什么事情 那这个INF 就是Infinity的意思 所以这答案是无穷大 那我们刚刚有说过吗 你刚刚用人脑MainLab一下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分母最后是10-10 所以这个算出来是无穷大 真的是这样子啦 OK 那这个只是一个很简单的变数 给值的一个练习而已 OK 那这只是 再给你多熟悉一下而已 这一页应该是非常的轻松写意 OK 好吧 那我们这个变数给值的 这个小单元就在这一段呢 就宣告这个结束啦 这一小段就宣告结束啦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呢 我们再就要正式进入这个输入跟输出啊 OK 输入跟输出的部分 那输入跟输出的部分 其实在不管是哪一种程式 不管你学什么程式 输入跟输出也是一定会用到的 OK 不可能不会用到 不管你学什么程式 都应该用到 OK 那我们下一则 下一段影片再讲吧 OK 好 这支影片这个练习很简单 你自己 你可以自己 随便自己出个数字 自己玩玩看 OK 不见得要照 照我这个讲义上 PowerPoint上面的数字 随便自己出一个数字 自己玩玩看 OK 好 剩下的 我们之后再聊啦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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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在八分钟而已啊 我线了 我线了